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会在8到11号访问中国 磋商增加石油出口到中国 而这次访问被视为对美国的一次警告 加拿大的石油藏量位列全世界第三 其中九成七的石油是出口往美国 但美方最近否决了加国兴建一条油管通往德克萨斯州 引起了加拿大不满 哈珀公开向美国表示极为失望 这次访华前哈珀的发言人说 将国家的资源转移往中国绝对符合加拿大利益 外界认为哈珀这次访华是加拿大有意分散石油出口 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是对美国的一次公开警告